高雄城中城大火 很多46密收出弱势民众杯葛 引发全台关注 在台南号称 最后一栋鬼屋的莱雅大楼 直击现场气氛鬼绝 一片漆黑 大楼走到阴暗 走廊上更是堆满杂物 楼梯钢筋裸露 电线也露出 往上走外墙塌陷 昔日的饭店房间已经不堪使用 但现在还有人居住 这栋被号称 台南最后一栋鬼屋的莱雅大楼 民国74年新建 高14层 地下3层 位于中西区金华地段 废弃已经一二十年 曾被发现有独居长辈城市在这里 鬼屋 围建围楼传言一大堆 让建物的所有权人相当困扰 感觉最好 如果做法没得到 我们改租后就是我们先维修 往后先维修起来 他们对这个社区所有权人的意见 还没办法整合 所以大概没办法进行后续的工作 大楼目前一楼出租开超商 而二楼以上的被弃空间还有人居住 附近民众就怕城中城大火翻版上演 而管理员透露 已经有不少买家有兴趣投资 希望最好的结果就是打掉重建 别再酿出或烧杯葛 接下来关照 台南报道